大家好 欢迎来到《红潮密闻》 我是美玲 最近福建官场很是热闹 多次被爆出官员引乱的事件 令人瞠目结舌 那最受关注的教授福建的三房七项 红楼会所官员集体引乱的事件 有网友爆料称 红楼一共有8个 里面的小姐最小的只有14岁 是初中生 其他的主要是大学生 还有乌克兰的美女 其中的一家会所跨越两项 老板打通两项二房 做会客厅 三房七项位于福建福州的古楼区 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城中心历史文化街区 然而这里成为风流之地的消息 其实很早就出现在大政的视野当中 一篇2013年发表在中国人民网的文章 标题为福州三房七项变身豪华会所 被称为酒肉巷 虽然这个标题颇为惊悚 但文章内容却显得平淡 尽管提到了这里的消费不菲 还有严格的门禁 但只是描述了作为富贵私人会所的一面 而酒肉巷则是民间的称呼 最了解这篇文章是由青岛日报记者撰写的 记者承认这里藏有许多的高档会所 但对专属会所飞请污进的提示牌 表现出了敬畏之心 显然是不敢深入探访 最终呢在门前止步 没能揭示内部更多的问题 外界认为这样的报道明显带有 为三访七项洗地的意图 还网城消息说 有新华社福州分社记者到三访七项暗访 这很可能是另一波人的幕后操作 记者不会无缘无故的进行暗访 通常背后有书记 市长等高层的暗示与要求 我们都知道如今反腐已经成为一种手段 几乎每个官员都是或多或少 涉及贪污社会或淫乱的嫌疑 为了打击对手进行作赃 更成为了长硬的手段 而对于官员而言 小规模的淫乱事件可能带来的伤害有限 即使曝光了 也不一定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 那值得关注的是 在官员最终淫乱视频发布以后 福州社会书记林宝金突然下马 其记者是福建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郭宁宁 被下马的林宝金今年刚满60岁 2019年生日省委常委 2022年高佩福州担任书记 但在5月7号突然被免职 仅保留了人大副主任的职位 没有完成书记任期 郭宁宁作为常务副省长 接替林宝金颇为意外 因为郭宁宁原是省部级干部 但是却被调到福州市做市长 这种情况在官场叫做高佩 通常中国黑帮的等级官员高佩 有三种情况 那其一呢就是着升前的过渡 但却是已经升任部长级的官员留在原处 其二是被中共视为GDP的发达 贡献多多地级市高佩副省之官员 但也大多是在本职位上寄身的结果 那其三呢就是中共的政治意义地级市 显示其分量与邪教特色 这种情况跨越厅级高佩县级 中共的省会城市地级市通常为厅级 并且配有副省部级官员 但中途换将并不常见 更加意外的是 郭宁宁同时兼任福州市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这一安排耐人寻味 枪杆子里全力意味深长 无独有偶 近日有关中共福建省文旅厅党组书记 厅长林向东被现场捉奸的消息 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消息称 事件发生在周杰伦福州演唱会期间 林向东为某女演员搞了几张演唱会的门票 计划趁女演员丈夫带孩子去看演出的时机 与该女演员在酒店优惠 然而呢 女演员的丈夫尾随她来到酒店 将两人堵在房间里 愤怒之下 女演员丈夫对林向东进行一顿暴打 并打110报警 证有人侵犯她的妻子 警察到达现场以后 将林向东带到派出所 得知林向东的身份之后 是厅长 派出所不敢贸然处理此事 随即上报福州市公安局 涉及又上报至省公安厅 最终报告至省委书记 目前相关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目前福建省文旅厅的官网 已经撤下了她的简历 一位福建省文旅厅的工作人员表示 她已经不在我们单位了 要知道 习近平在其上级陈迹的运用宣传之下 刚推出习近平在福州一书 展现习近平在福州13年的辉煌 在这种背景之下 福州官员多次被曝诸不雅事件 显然是不合时宜 此期还有消息称 现在有超过100位福建市案官员 被关押在连江 实际工作由来自浙江官员负责 这情况不禁让人联想到了 习家军内部米浙之争 而参与红楼事件的官员当中 还提到了习近平的旧部 如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梁建勇和前省长黄晓晶 这些人出事的消息 都让习近平的福建派系 面临着巨大打击 在二十大之后 福建邦在军政两路上 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压制了以李强为首的浙江新军 同时浙江邦频频出事 徐立毅 周江勇 唐一金等重要人物 相继落马 浙江邦势力明显的衰退 习近平的派系 在福建和浙江都有重要的布局 从浙江起家的浙江新军 如今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中 占据了制高点 从国务院到最高检察院 从北京到中央经委办公厅 从安全部到多个省市 无不有浙江新军的身影 目前 习派福建邦的高官 掌握着重要职务 从中办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到党校 再到中央军委副主席 宣传部长 政法委书记 官部长和多省主政官员 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但中共内部的争斗和内讧 是无法避免的 外界认为 福州官员引来事件和之后的官员调动 揭示了中共内部复杂的权力争斗和派系争宠的特征 习派福建邦和之江新军之间的斗争 正是中共高层权力运作的缩影 在中共的权力争斗当中 习家军内的福建邦 似乎正处于崛起之势 随着海军上将董军 接替李尚福成为可能的国防部长候选人 海军在中央军委的地位也日益提升 苗华作为海军政委对海军掌控力量不可小觑 此举意味着海军在中共军事决策中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强 然而呢 这种权力转移不仅涉及到习家军内部的明争暗斗 也反映出了习近平在于对自己的现任危机 在目前经济下行 社会不稳定的背景之下 习似乎更加焦虑 他需要通过整顿贪腐来转移人民对经济问题的不满 同时呢 也需要控制军队内部 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然而 他对所有的人都充满着怀疑 这也使得他难以真正信任任何人 甚至可能会对习家军内部权力崛起 而感到不安 现在习近平显然将个人的安全置于首要的位置 因此对所有人都持怀疑的态度 他曾推动张有霞势力崛起 但后来又感到不安 于是又让何伟东和苗华的福建邦势力壮大 然而呢 这种权力的转移 并未消除他对内部势力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 福建邦虽然正在壮大 但他们同样会感受到习近平的不信任和对他们的警惕 因此 无论是习近平还是习家军内部的金头们 都处于高度的不安和危险当中 这种内部的紧张局势 可能会对中共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福州红楼事件 也让网友们联想到了 2014年上海的小红楼案 主犯赵富强在上海洋谱区政府附近 购置了一栋七层小楼 改成了私人会所 内部豪华征修 被称为是小红楼 赵富强通过暴力欺骗和收买等手段 俊养了十几名女性 长期为官员和国企人员提供嫖宿和贿赂 这一事件爆发以后 引起了上海洋谱区政法系统的震动 小红楼的运作方式是 国员单独与赵富强联系 赵通过微信群通知公关部 安排陪酒人员和宴请的地点 群内提前通知所需的烟酒种类和行贿金额 赵对官员的迎接方式 饭局安排以及KTV中的一举一动 都有明确的要求 除了这些饭局呢 赵还经常组织官员与女性周末出游和交易 其其实际上在上海还有不下十几个接待涉及官员的大红楼 以及专门接待央企官员 部长 副国级和国级官员的巨大红楼 这些大红楼往往不对外营业 隐秘性极强 有的呢 甚至在高尔夫球场的会所当中 老板广罗各地的美女 甚至还有来自俄罗斯的女人 其知情人士透露 每个大老板 大企业都与官员勾结 拥有私人会所 专门用来接待领导 并有的老板出钱请女明星 女演员来陪试领导 这位知情人表示 赵富强的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因为老百姓太封闭了 他们根本就不懂 共产党的官员没有一个不色的 男的女的没有一个不色的 嫖妓女的有小老婆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共官场 中共官员 中共官员淫乱从上到下 一以贯之 从赖昌兴的红楼到上海的红楼 到许家印的恒大歌舞团 再到三房七项集体淫乱 官员涉黄钱钱交易 是政治生态中的主流 最近 逃往澳大利亚的前浙江体制内人士蒋王正 在其自媒体节目上爆料称 福建帮官员好色涉黄是公开的秘密 蔡奇的好色之名也是众所周知 而习近平对此似乎是默认的 体制内很多人都知道 中国为了满足一些长期两地分居的高级官员的需要 可以配备了由年轻漂亮女性担任的性秘书 这一制度在蔡奇任期福建期间因为明显 当时她与妻子长期分居 配备专职秘书成了公开的秘密 网传消息指出 蔡奇早年在浙江台州任书记时 住在市政府招待所 每晚都有招待所的一个服务员赔床就寝 晚是第二天后 自让招待所经理用公款支付给这个女孩5000元 还有传闻说 蔡奇在台州时 并不住在台州市政府招待所 而是住在当地有名的时间控股集团里 可能是公寓或是酒店 不过可以证实的是 蔡奇确实是夜夜新郎 而且还有女孩子因此怀了孕 直到蔡奇在党魁提拔下 高升去了杭州才有所收敛 在台州任职期间 蔡奇一边放纵一边继续伪装自己 据浙江媒体报道 她在台州时的形象十分平易近人 朴素 作风接地气 留下了不少令人称赞的言行 例如她在开会时站着讲 讲话简短有力 她还积极向国内外台州籍商人 公布自己的手机号 邀请企业家提出建议 以期给政府官员洗脑 据称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她还邀请彭丽媛到台州演出 而彭丽媛年轻时演唱的红歌《珊瑚颂》 正是以台州为背景 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 她还促成了河北郑定 与温岭台州等市建立友好县市关系 外界关注到 虽然中共总理李强表现的相对低调温和 但这并非没有可能是她在韬光养晦 等待时机成熟以后 反击福建邦的一种策略 有传言称 三房气象的集体言乱事件 可能是李强反击蔡奇的其中一步棋 那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社会在中共治下 道德状况也令人堪忧 文章指出色情行业猖獗 传统的家庭观和婚恋观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亵渎 人们开始笑贫不笑娼 性解放和性自由的观念 深入社会各个阶层 这种现象在江泽民时期就尤为显著 江泽民更是这种风气的代表 连国家主席都尚且如此 下面官员就更不用说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 好的 我们的密文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 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期 我们下周会同步推出一些新的节目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下周新节目再见